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队的实习生汇报情况 我们在第一天跟他交流的时候 每次我们提到这个谈判的情况 他明确表示拒绝调解 他其实是网络公司成立后 采用招转赔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展开经营 所以我们主张该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主导我们之后所有谈判过程的一点 就是上海市是允许对公伤保险进行一个补缴的 找出那个点的那一个人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对方的态度从不可能到了 你们只要提供证据 可以由我们来帮忙消除真线记录 他们这个案件相对来讲法律关系最复杂 他们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很不容 当时他对你们的整体的反馈是非常满意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真的帮到我了 这句好暖心 他们真的帮到我了 就事情的难度跟处理方式 我觉得是小和那组更难 这一轮的考察之所以是法律公益服务 一定不是以难度来定胜术 就是从这个各方当事人的这个利益角度来衡量的话 那明显是第二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对事实的探究一定是第一组更深入 我心里也是占徐律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答案的揭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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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